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国驻华外交人员怪病危机愈演愈烈 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及其家人 频频患上神秘疾病所引发的危机正愈演愈烈 美国国务院又从中国撤离了至少两名 在听到奇怪的声音后患病的美国人 这种现象最早发生在古巴 最近开始在中国出现 美国官方称 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医疗团队 已抵达中国南方城市广州 正在对美国驻广州总领馆的 其他雇员及其家人进行检查 目前不清楚他们中多少人出现了症状 但官方预计会有更多美国人被撤离 美国国务院称 数月来美国官员一直担心 他们的外交官受到了有针对性的攻击 攻击中出现了奇怪的声音 导致受害人出现类似于脑震荡 或轻微创伤性脑损伤的症状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新疾病的出现距离美国官员汇报称 在广州发现第一例病例只过去了几周 当时是总领馆的一名雇员患病 在广州 一些美国官员住的公寓大楼里 还住着其他外国人和中国的富人 患病的员工 正是在这些地方听到不寻常的声响 在中国的病例 让人联想起两年前在古巴发生的类似案例 2016年 当时哈马纳美国大使馆的雇员 及其家人开始患病 他们中总计24人 在自称听到奇怪的声音后出现了头疼 恶心 听力下降 认知问题和其他症状 古巴第一时间成为怀疑对象 这个问题影响了古巴的关系 并促使美国驱逐古巴外交官 但现在 在广州的美国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美国官员开始怀疑 罪魁祸首是不是其他国家 兴许是中国或者俄罗斯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这肯定会导致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变得更加复杂 因各种经济 政治和安全问题 美国与他们的关系本就紧张 俄罗斯被指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与中国爆发了贸易争端 同时美国官员担心 在川普总统计划下周 同朝鲜领导人举行会谈前夕 中国正在暗中使坏 但还不清楚这些疾病究竟是不是攻击造成的 其他理论包括毒素 不小心发出了有害声音的窃听装置 甚至是集体疫病 今年春天随着第一个在广州的雇员生病 美国方面告诫其他雇员在患上不寻常的疾病时 要寻求医疗帮助 本周截至目前又有员工和他们的妻子 在出现神经性症状后 连同他们的两个孩子被撤离 这些疾病似乎比国务院上月第一次通告时 要更普遍了 当时国务院称 一人报告了轻微模糊 但异常的声音感觉和压力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上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广州第一个报告生病的美国雇员的症状 与在古巴工作的美国人出现的医学指证 非常相似 完全相符 美国在广州有大约170名外交官或雇员及其家属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 相当多的人已经或很快接受 已于5月31日抵达的美国国务院医生的检查 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说 国务院向广州派出一个医疗小组 给所有提出要求的雇员及其亲属进行体检 建议将数目不详的一批人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检查 这些撤离的人员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 诺尔特说 美国医务人员将继续进行全面评估 以判定所报告的症状产生的原因 以及调查结果是否有可能 与先前的雇员身体出现状况完全无关 最近被从广州撤离的美国雇员 是总领馆的安全工程官马克·A.伦奇 周三晚上 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广州 近几个月来伦奇出现了 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神经性症状 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广州发现的第一例病例的症状 与在哈马那发病的24个美国人的症状相似 他说原因还不确定 他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健康事件 但目前美方还没有最终确定这些疾病的病因 发生在古巴的情况和中国类似 病症出现前 患者感受到了令人心烦的声音和震动 不同的人对他们的描述不同 有人说是禅的声音 静电的声音 挥动金属板的声音 伦奇说是弹球在金属漏斗里滚动的声音 在古巴的病患得到确诊后 川普政府驱逐了15名古巴外交官 称古巴官员未能很好地保护美国外交官 古巴政府否认了这些指责 并质疑袭击继莫须有 5月23日 美国国务院透露 一位驻中国雇员从2017年年末 到今年4月的数个月内 一直在抱怨轻微模糊 但异常的声音感觉和压力 证明被撤离的员工身份不明 美国国务院随即内部的健康警示中 通报了这一情况 并建议其他对任何症状或医疗问题 感到担心的人向医生咨询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这一问题的披露 在美国政府在华员工之中 引发了焦虑和愤怒 还有些人则开始报告 类似的经历或症状 其中就有伦奇 在一封发送给大使馆全体员工的邮件中 他抱怨第一位员工4月撤离 但直到一个月后 人们才被告知有健康隐患 在美国的医生发现了脑损伤的证据之后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最初的健康警示在暗示 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他们完全清楚事件并非如此 这座与2013年启用的总领馆 是一座使用了最先进技术的建筑 并设计旨在抵御电子窃听 或其他安全和情报威胁 在离开中国前的一次采访中 伦奇表示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和妻子都感觉到相似的身体症状 包括头疼 失眠 恶心 并且还听到了三四次奇怪的声音 不过直到上个月披露了这起事件 他们才将这些症状联系在一起 官员强调 尽管为做进一步检测而撤离了一些人 但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已经受伤或患病 比如后来发现 从古巴撤离的人中 只有25%的人有健康问题 伦奇曾在外交安全部门工作 他认为他的工作 有可能使他成为了目标 他曾在国会资助的国际共和研究所工作 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地推行民主改革 两者均为俄罗斯曾谴责美国干预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6月7日在回应记者的相关问询时称 在首例所谓声波影响事件发生后 中方既已开始展开调查 但未发现任何美方所说情况的线索 华春莹还指出 对于最新发生的情况 截至目前 美方并未就其向中方进行过任何正式沟通 中方亦是从美国媒体处了解到相关信息 所以不了解更多情况 如真有问题 美方可与中方直接联系沟通 中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进行认真调查 以上是柳晨维宁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